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可以自己呢,制作我们的一个巧克力加薪杯子蛋糕 那么今天呢,带来给大家一个不同的支出就在于,我们会用两种办法 一种呢,是自己DIY手工资质,以及另外那个呢,它的这个混合粉是可以在市面上买到的 那么我们今天会为大家做一个对比,就是做完了之后,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个尝试 看一下两边呢,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口感会怎么样,区别会在哪里,会不会有不同的一个甜味呢 那么我们就现在先来开始试一试吧 首先呢,我们是要从我们自己做的配料开始 我们是需要一勺的这个黄油,然后再加上三勺的三茶勺的这个棕糖 或者是这个稍微的有一点点带颜色的红糖 以及一个鸡蛋,四勺的面粉,两到三勺的巧克力小碎块 把它全部进行一个混合当中,放到我们750瓦当中的这个微波炉 进行这个微波90秒,千万不要记错咯,是90秒 90秒大概就是一分半左右吧 然后加进去了之后,就能够做出来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美味的小的杯子蛋糕 这边是我们的面粉 面粉呢,加的是四勺 四勺的这个,四十勺 四汤,呃,不是四汤勺 而是四个普通的一个大小的一个勺子 最后呢,是加入我们的巧克力 巧克力一定要最后加 因为如果太早加入进去的话呢 会让它太早了就进行一个这个搅拌 会把它稍微的搅碎了一些 我们现在呢,是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微波炉当中进行微波啦 现在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市面上卖的这个,呃,搅拌粉 这个搅拌粉的话呢,会相当的简单 只需要加入我们的一把毫升的牛奶就可以了 里面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巧克力碎 它这个粉末全都是已经配好的粉末 那我们这个呢,也是要放在我们的微波炉当中 进行一个短时间的一个稍微的微波 这样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 我们现在呢,是把两边都要给它准备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果 我们左边的话呢,是自己DIY手工自制出来的一个面粉团 以及我们右边的话呢,是它这个在微波炉当中 是本来就有它这个粉末的一个面粉团 我们可以多来仔细的看一下 那我们会请来一个小帮手 呃,会让他来试一试两边的这个巧克力杯子蛋糕 那么这个杯子蛋糕的话呢,从外貌上来看 我们的右边这个杯子蛋糕会更加的好看一些 呃,我们呢,从右边的开始啦 稍微的可以让它呢,是呃,这个杯子蛋糕的话呢 是让它这个用叉子给它取出来一小块 我们可以给它试一下,看一下它的口感 嗯,吃起来呢,还是非常的好吃 有软绵绵的口感在里面 然后我们的右边的话呢 是直接是从我们这个,呃,它的外面卖的这个包装呢 都是烘焙出来的 会,口感会稍微的要甜一些 我感觉它是里面加的这个糖呢 是要比我们自己加的糖呢会要多一点 而且它加的应该是一个砂糖 呃,加的是一个这个普通的这个食用糖 那我们自己做的这一款的话呢 是巧克力味更加的浓一些 然后我们这一款呢 里面这个巧克力呢 是相对来说感觉是融了很多 我们可以在下面的话呢 是这个巧克力在下面 相对来说的话呢 感觉它这个巧克力的选择 巧克力豆的这个选择的话呢 是有一些些没有这个外面卖的巧克力呢 是要更好一点 因为外面卖的巧克力的话呢 那里面的这个巧克力片会更加的轻薄一些 所以它就能直接浮在我们这个呃,面团里面 但是自己做的呢 是可能加的巧克力块会更加的大一点 然后我们的这个面粉团呢 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厚重 所以就使得我们的巧克力呢 没有很好的 是让它漂浮在我们的这个面粉团里面 直接就导致了我们的巧克力呢 是直接坠了下去 但是从口感上来说的话呢 两种口味 呃,我们自己做的话呢 是要更加的质朴一点 外面的这个杯子蛋糕的这个面粉团的话呢 看,感觉的口感 里面的糖呢 会要稍微的更多一些 嗯,但是这边还是会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在用到我们巧克力的时候 可以选择是巧克力碎片 这样的话呢 会更加的好一点 然后是更加的完美一些 那好啦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不要让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在视频的下方 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推出新的视频 如果有订阅的话呢 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啦 好啦 下期再见